谁 我对你做了你吗 你骂我 骂我还是骂我 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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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年轻人 留学生因为他们太懵懂 他们真的是还年轻 不熟悉澳大利亚的法治系统 是怎么样的 维权系统是怎么样的 特别是在翻译上 英语翻译 语言不通 沟通跟翻译上 他们真的是在警察局 做错了口供 所以我们带他们 一遍一遍的去推翻 警察所误解的口供 帮他们正确的翻译 然后帮他们去抓细节 比如说有一个女生 她不知道 有人对她吐口水 这是违法的 其实这就是一种 污辱众筹 就是说 因为他们这些女生 他们就是经历了 这个事情以后呢 视频被曝光了 他们现在的脸都 脸都已经是 全球文明了 然后他们要出门 去买东西也不敢 他们就很害怕 你知道吧 害怕出门见人 那我们就问她说 你需不需要 我们帮你众筹 至少两三个月 她都不敢出门 去工作了 她的生活费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 但是女生们 她们就拒绝了 我们也希望去推动 澳洲的法政府 去把工资剥削入行 第一这是犯罪 我觉得工资的剥削 在唐人街 就是全世界唐人街 都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 华人移民他们都不知道 就没有那种法治医师 觉得就是说 你剥削人家的那个工资 其实是真的是错的 很幸福 对 我来说 你没太过吓了 我去做 你对 我不想过 竟然说 你 你 这